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老师好重光 我们今天也是教授各位同学 这个科技管理的网络课程 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七章技术学习 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章节所提到的 我们在第六章有提到技术移转的部分 这技术移转它其实是一个 学习新的技术的一个方式 当然这个技术移转它的一个 要去了解的就是它到底它的技术移转的内容 还有它技术移转的过程以及时间 因为有可能 这技术移转的时间有可能会影响到我这个公司新产品开发的 这个 这个 可能这个时间 所以说 接下来就是我们会讲到技术学习 这个技术学习就是变成员工他在 这个公司 要采用新的技术 他要透过什么方式来 来学习这个过程 这个其实是要 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 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有些 这个技术的难易程度 其实也会 影响到技术学习的这个时间的长短 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 课程的主题 所以说这个 学习的过程其实就跟同学在学习什么 新的观念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学习你要去考证照 你可能就是要先 先去了解说到底它的证照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然后可能就要去买教科书 去准备这个 这个证照的考试 当然这个考试的里面可能有 要有这个 比如说他可能有很多试题你要去 做练习 当然 在练习之前你可能就要先去 读一些 他的考试的 所 所规定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学习的过程 然后当然这个在一家公司里面他可能你要去了解 我这个 一个 构想的一个过程 构想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今天要 去 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最感兴趣的 然后有哪些 事情是你不了解的 然后你有哪些事情是 喜欢去研究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要有一个 诱因然后为什么你要学习这个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针对你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再去设计一个 一个研究就是我针对这个问题我要去调查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用什么方式来调查 所以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会说我如果是他 然后我会怎么做呢 这都是我们说的在学习过程里面 可能你就会有这一些 这一些步骤这些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你会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话 发展出新的方法 然后有 就是说你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你会 找到说有没有新的方式来学习 然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什么方式来 整个组织里面 转换式的领导 然后最后 就是说你可能要 表达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会归纳出什么结论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的一些 步骤 的一些步骤 当然在组织里面 在技术学习 在学习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是 从个体从生活经验中 获得有关自我跟外在生活情境的知识 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这是他的定义 所以说在这个技术学习里面 你就变成说一个 组织里面的成员他要去学习转化扩 然后最后就变成整个组织里面就有这个活动 这就是我们讲的组织学习 学习就是他是在一个 特定情况中重复经验引起的行为或潜能的变化 所以他是一个持久性的一个历程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技术学习里面 其实是 跟我们一般 日常的学习是一样的方式 只是说技术学习他是比较强调是在 某些特定上的一个部分 好所以说这个组织学习 当然就是有 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探索式学习 探索式可能 可能 你就是用一个比较 就可能你不晓得这种学习模式是什么 你只是说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 然后用一个 一个 找寻的方式探索新目标 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搜程式的 搜程式就是说 我可能就是预估我到底 我要达到什么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搜程式学习 然后第1个就是 有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部门 可能他有不同的学习模式 一阶学习跟二阶学习 什么一阶学习是什么 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整个企业 这个 比如说我的 简单的学习 二阶的学习可能比较进阶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一阶学习可能就是一般的作业人员 他可能学习这个 技术的操作面 然后二阶学习可能就是变成这个 这个管理阶层他可能 他可能就不需要比较不需要了解这个技术的操作 可能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技术 会带给公司有哪部分的改进 比如说作业程序 还有 他可能会不会 对公司的目标跟策略有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就是说我们说的 在一些企业组织里面可能都要不同阶段的学习的一个 一个范围 不是说所有都是同一阶段的学习模式 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例子就是丰田汽车 丰田汽车 然后他这个在我们 前面章节应该有 有讲过就是那个油电混合的部分 然后胡适汽车 也是德国一个车厂 两家公司来 相互来 研究然后推出油电混合的技术 这叫做探索式学习 探索就是 说他们可能 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用一个 双方合作来 开发出新的技术出来 这叫探索式学习 当然这个在组织学习里面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有一个 建立一个 学习的机制 当然 也要有一个团队来学习 当然学习机制 建立起来之后你可能就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收集资料 分析然后 把资料 存储存起来然后来运用这个技术 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 资料收集的一个过程 资料收集分析储存运用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组织学习很重要的部分 当然组织学习里面你可能就是要去了解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 建立 公司的竞争力 所以主要就是为什么要组织学习因为主要就是要 能够 增加自己的一个 优势 当然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科技管理里面你可能就会 透过组织学习来学习新的技术 跟 跟外面的这些公司来合作 当然这个就是要 建议 竞争优势 好所以说这个 组织学习当然它有一个叫关系资本什么叫关系资本就是说你的 这个资本就是说你可能在学习过程里面你可以 增加你的一个竞争力 比如说你可能 有一些过去合作的经验 信任程度资源投入 这其实都是我们说的可以提高关系资本 好 所以说技术学习大概有 有几个 部分 你所以说你可能从过去的经验 组织里面 或者是资源投入 其实是 他的 影响的原因 当然是学习可能分享 组织互动 透明性 还有关系资本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说的组织绩效 好 关系资本大概是我们讲的过去经验组织新任程度跟 资源投入的承诺 所以说这个也是会影响到 我们整个组织学习的 因素 好 所以当然这个是过去合作的经验 其实 有可能就是 因为比较早期的这个 有可能是资讯 两边是 不公开的 有可能变成说 会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会有 产生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能就是会降低交易成本 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 在 这个现在的一个成本 可能有些公司他会讲求降低成本 然后另外一个建立新任关系 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 过去合作的经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要有沟通 深度沟通 当然要资讯透明化 这都是我们说的 在这个组织学习里面的一个影响因素 另外一个资源投入 然后到底有多少个人 在这个 组织学习里面 然后 用什么方式来管理 还有运用多少资源 这大概是都会影响到组织学习的结果 好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说的 互动性 然后当然这就是我们说的组织学习里面 你要有一个机制 去建立这个互动性 比如分享 然后组织学习要有能够互动 然后你的资料要能够透明公开 那当然这才有办法来 提高学习的效果 好 所以说这个 这个组织学习 其实它 它是一个 在一个 一个公司里面 企业里面 它其实是要资讯要分享的 分享的 不是说 你这资料不共享 然后 有些知识是有些 掌握在某些 人的手里 这是我们说的 这是比较不好的组织 这个 这个组织分享 好所以说这个大概是我们说的内影知识是 渐渐的越来越少 要变成说你要把它这个知识公开化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说的 可以透过文件 手册蓝图来 有这个技术学习的活动 然后 内影知识当然这是比较 渐渐的会越来越少 就是说它是 不容易移植 当然这个是 比较没办法来 很多人来使用 组织的互动性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在这个 互动的过程里面 你要有这个资讯的交流 当然就是要有一个 这个交流 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 当然才会促成组织的持续成长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透明程度 就是说你 到底你 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有多少的资讯可以 在这个 沟通的过程里面可以学习到 那就是我们说的 组织对合作伙伴之间的开放程度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组织分享 组织互动跟透明性 这刚刚我们大概有提过 所以这个技术属性大概就是我们说内隐形跟复杂性 这大概是 这个是一个 影响因素 当然这个影响组织学习的 技术学习的成效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学习意图跟学习能力 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组织里面这个员工他的学习能力强跟 弱大概就是可以决定说他这个组织学习的效果 比如说吸收能力接收能力 知识整合能力 过去的经验跟 资讯的透明度 这都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学习的成效 好当然这个学习的意图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这个变成一个企业的这个高 高层他可能就是要 要有很决意的一个 就是跟员工来来告知说我们这个 企业他是要有一个建议一个组织学习的这个环境 当然这个才有很多的员工会 会跟随这个公司的这个策略 所以说这个组织他是向技术合作看作是 技术学习的机会 投入更多的资源 然后能够掌握知识引进的过程 他其实最终又是要塑造良好的学习习惯 然后 变成说 有这个学习的这个习惯 养成之后可能 接下来可能会 开发新的技术 就变成说有一点像我们之前 说的知识的蓄水池 所以说这个吸收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 一个比如说了解哪些新的技术 然后可能 就变成说你要去 对外部的资讯你要非常敏锐 然后 吸收外部的资讯来提升你本身 的 内在的一个一个技术能力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技术能力有了之后 你可以 透过新的技术移转 组织学习 然后 达到这个组织 绩效的提升 好最后就是知识整合的能力 当然这是我们说的 有很多知识 可能在这个 你的公司里面可能有 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你要怎么把这些 比较 发散的知识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你 能够使用的一个新的技术 所以说过去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你的 整个 产品 开发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你要有一个 一个 组织常规程序跟文化的信念 其实就是我们做的最终就是要提升学习的绩效 好 那当然这个技术学习的 部分也有一些指标啦 所以你可能 这刚刚我们也有 讨论过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技术学习里面你可能会跟你的 合作伙伴 有分享资讯 有分享资讯啦 所以你会看到说 我跟顾客有交流 有供应商有交流 所以说你在顾客你可能会透过 跟顾客的互动之间学习到 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什么焦点 焦点团体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 在这个 在这个 比如说一个会议室里面 我把一些比较 比较 这种 忠诚的顾客或者是我的供应商找进来一起谈 说 去讨论说 对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在这个产品开发新的产品有没有 什么用了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网络的虚拟社群 就是我们说那样或者是Facebook上的群组 或者是直接在 现场来了解 比如说到销售的 这个门市啊或者是 这个 比如说他的那个交易者的家里面去了解 然后最后就是 因为透过资讯系统来 跟顾客有做比较好的互动 然后供应商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说 可能在跟供应商的这个意见沟通 还有一些合作的部分有没有 有什么问题 好所以说这个 技术知识 那是很多的面向 你就可以 可以透过这种 得到很多的资讯 获得的管道 其实是 有什么私有跟公开的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可以上网去查 或者是有一些 一些期刊 或者是一些研讨会 私有的话可能就是透过个人的一个方式 个人方式然后直接 取得这个资讯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取得 那个技术知识其实管道非常的多 好最后就是我们说的分享交流 这很重要 因为技术你要去 能够 公开然后可以交流 这是可以 比较好的一个模式 好 好 然后这边大概有一些理论基础 大概可能 给同学参考一下 就是说 在讲一些 知识分享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 使用者可能就会有他的 使用行为 然后他为什么要分享这个的 知识的想法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可能 有一些学理上 然后他有可能会有 想要分享的一些 想的动机呀 运速是什么 好当然技术学习他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数字 能够提升然后技术能力提升还有 我的技术的目标能够 实现然后最后就是满意度 技术 提升大概就是 提升员工的技术能力 然后知识能力就是我可以开发新的商品的能力 目标就是我能够 把我的技术能力 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然后满意度可能就是我说的合作关系以及 互动间的满意度顾客满意度啊这些等等 好今天我们就到 这边谢谢各位同学